当谈及美味的食物 玉米常常是人们餐桌上的佳肴之一 每年的7月至10月 正是玉米大量上市的季节 人们纷纷购买这种黄金作物 不仅因为其口感美味 还因为其富含营养 拥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维生素和矿物质 对身体健康极为有益 但是尽管玉米备受喜爱 我们却不得不证实其中隐藏的健康禁忌和警示 医生们警告 有三类人不适合食用玉米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探讨一下吧 1.糖尿病患者 玉米这种美味的粮食 蕴含着丰富的淀粉和蔗糖 属于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无可否认 它是一种健康的选择 蕴含着纤维 维生素以及各种必要的矿物质 对于维持人体机能发挥着积极作用 对于那些身患糖尿病的人来说 情况就有些不同了 他们需要特别关注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想象一下 当他们食用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就拿玉米来说 血液中的葡萄糖水平会出现显著的波动 上升的迅速而剧烈 这对于他们而言是一种风险 可能导致高血糖的不良后果 2.乳糖不耐受者 玉米作为我们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食 以其丰富的蛋白质 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而备受青睐 它是我们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满足了人们对营养和味道的需求 然而 对于一些人而言 如乳糖不耐受者 享受玉米的乐趣可能变得有些复杂 乳糖不耐受者通常会在食用含有乳糖的食品后 出现胃肠不适等症状 因为他们体内缺乏分解乳糖所需的酶 与此同时 商家为了增加食品口感和甜味 有时会向玉米制品中添加乳糖或乳糖衍生物 这使得乳糖不耐受者在选购玉米制品时 需要更加警惕 仔细阅读产品标签上的成分列表 成为了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 以确保所购买的食品不会对他们的健康造成潜在的风险 3. 消化系统敏感者 有些人对玉米不太友好 它可能引发消化系统不适 玉米是一种富含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谷物 但对于消化系统敏感的人而言 摄入玉米可能会导致腹胀 胃痛或腹泻等不适症状 这种现象的起因在于 玉米中含有大量纤维和淀粉 这些成分虽然对一些人来说是有益的 但对于消化系统比较敏感的人 他们可能会对胃肠系统造成负担 导致消化不良 因此如果你是消化系统敏感者 或是常常遭受消化问题困扰 或许考虑限制或避免食用玉米会是个不错的选择 你可以选择其他更容易消化的食物 以确保你的胃肠系统能够更舒适地处理食物 今天给大家分享玉米不一样的吃法 牛奶煮玉米味道鲜美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推荐食谱 牛奶煮玉米 准备食材 牛奶 玉米 白糖 黄油 制作步骤 一 处理玉米 包掉玉米外皮和须 清洗干净 二 准备煮锅 选取一个大锅 将洗净的玉米掰成两半 以节省空间 加入与玉米同高的水 再加入一盒纯牛奶 二十克黄油 两勺白糖和少许盐 三 煮煮玉米 盖上锅盖 大火煮二十分钟 再煮到十分钟时 翻转玉米一面 使其两面都充分吸收汤汁 四 完成享用 煮好后不需立即打开盖子 取出即可食用 这种煮法制作的玉米香甜美味 充满奶香 以上三种就是今天我与大家分享的 关于不适宜食用玉米的情况 在阅读完这些信息后 如果您家里有相应的情况 请务必提醒您的家人避免食用玉米 为了确保他们的健康 做出明智的饮食决策是至关重要的 总结 看完记得给我点个赞 点个赞看 如果觉得有用 可以转发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观看 感谢大家的支持 祝大家身体健康